中共南海动作频频 恐现清末悲剧 美国分享疫苗 胡锡进竞称是美版一带一路 毛泽东迪孙毛新宇率佳人现身 中国网友大惊 太不像 制衡中共一带一路 每日将有新方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近来与南海动作频频 试图扩张南海主权 引发菲律宾 越南的严正抗议 海上局势紧张 对此 国际间不仅也联合军演以示抗议 美国军事网站5日更报道 美国海岸防卫队与陆战队将联手 和受侵略的国家协力抗中 中共官员和官媒带风向将所谓八国联军舆论战炒得火热 但学者警告 中共面子至上 恐冲到清末悲剧 军事网站报道指出 美国海岸防卫队目前正从珍珠港抽掉5艘执法船 其中包括两艘号称最新进的船骑级国安巡防舰种 前往西太平洋地区等海域 试图和美军陆战队携手对抗活跃于该海域的中共海警船 民兵不仅将打击非法的捕鱼活动 也对中共海上的侵略行动予以反制 报道提及 美国海岸防卫队和陆战队军官于去年11月 在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表文章提出方案 表示当中共和某邻国因专属经济区纠纷发生五双冲突时 包括海岸防卫队 美国海军及陆战队皆可紧密合作 在该区域联合执法 然而国际近日对中共的反制行动不仅如此 得知中共正对印度洋进行资源探抗行径 法国5日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国 日本 澳洲和印度 与孟加拉湾进行联合军演 对此 有印度学者则指出 中共该担心如越南 印尼 菲律宾等东协国家 若有意加入四方对话 愿提供自家海军基地供他国使用 中共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情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欧洲 之后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北约国家 随即宣布派遣后声明要到南海 第一岛链周边水域实施横行自由行动 中共官媒与网络舆论称为新八国联军 但中共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一个警号 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研究所所长马正坤 6日在远景基地会举办的座谈会上指出 不要忘了大清帝国默契的时候 朝廷跟各国列强之间的许多周旋 谈判 甚至于到最后产生的战争 在大清末年的时候有太多惨痛的教训 就是因为朝廷在乎的是颜面 在乎的是执政当局的颜面 而把颜面置于真实的国家利益之上 到最后导致了国家的悲剧 马正坤提到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17分钟的发言 强调中国国家尊严 尤其强调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这个思维逻辑跟大清帝国末期朝廷官员的思维逻辑一致 这会让中国掉入国际政治的危险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依旧严重 扩大疫苗施打率成为唯一解放 现在公布应求的疫苗也成了部分掌握资源大国的战略 外交筹码 例如中共的疫苗外交 美国务卿布林肯五日宣布 美国要提供疫苗给其他国家 而且不会拿来当作政治利益交换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六日信说 美国正在搞类似一带一路的计划 美国做好事都要中国逼 布林肯五日宣布 只要美国国内的疫苗供应稳定 就会把疫苗运送给其他国家 这攸关人命 我们会以尊敬的态度善待伙伴 而胡锡进六日晚间在微博发文说 美国为了与中国疫苗外交竞争 终于也要向世界其他国家运出疫苗了 美国正在向盟友提议 搞一个类似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同样是为了制衡中国 几年前 美国突然想起了几乎已被遗忘的非洲 原因也是中国在非洲的合作 取得令西方瞩目的进展 非洲成为美欧再不敢轻视的香波波 另外 美国总统拜登三月底发布为期八年 规模超过两张美元的大基建计划 胡锡进也称此举是为赢中国 胡锡进嘲讽 太逗了 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事 包括在国内做好事 看来都需要中国来逼 之前他们只会对外输出民主和制造混乱 现在终于要从他们一直批判的中国这里决定好了 难怪有历史学家说 世界的融合与进步有时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实现的 胡锡进最后说 不过美国一定要继续嘴硬骂中国的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从华盛顿听到学习中国的说法 而只会听到对抗 制衡 竞争 没关系 我们该学美国的地方可以继续大大方方的学 无需用诗仪 尝尽以质疑来自我解释 尽管胡锡进说得开心 底下还是有不少中国网友泼冷水 老胡啊 若论嘴上功夫 美国差远了 美国现在还老实承认自己会犯错呢 他还没达到永远不犯错 即使犯错也不承认错误的神状态 厉害了我的国 太自豪了 美国都各个方面抄袭我们 那可不可以网上不要删帖封号 让老百姓畅所欲言 胡公公 别急啊 试问天下谁能抄作业抄营腾讯的 毛泽东唯一嫡孙 中共解放军最年轻的少将毛新宇 日前携家人回湖南扫墓 多家官媒予以报道 借机进行红色宣传 毛新宇携妻子刘斌 儿子毛东东 女儿毛田义 4月3日回到长沙县开会镇 为其祖母杨开会 父母毛岸青 邵华 伯父毛岸英扫墓 并参观杨开会故居 中国网友发现 他的儿女身材都不像他 中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战争研究院少将研究员毛新宇 此次亲民节 在中共宣传部部长黄坤明 与相关官员陪同之下 与妻子刘斌 儿子毛东东 女儿毛田义 到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向广场 向毛泽东同向献上花篮 表达对祖先的追思之意 此外 毛新宇一家人还到长沙开会镇 替毛泽东妻子杨开会 毛泽东儿子毛岸青 媳妇邵华 伯父毛岸英等人的墓地扫墓 同时参观故居等纪念场所 在白纸上提笔签名 官媒释出的照片中 毛新宇穿着军装与黑色外套 一双儿女则穿着各自的校服 刘斌则是穿着黑衣黑裤 搭配一件蓝色外套 今年恰逢中共建党100周年 中共宣传部门也借机 加大对民众的所谓思想教育 民族教育 强调红色传承 不过毛新宇每次出现 往往都成为民间调侃的对象 许多中国网友发现 毛新宇的身材依旧风雨 他的儿女身形明显与父亲不同 与刘斌较相似 许多人留言指出 愧对列祖列宗啊 阴阳怪气的 需要强调敌孙吗 一点也不像 别的不评论 这衣服大了 这媳妇要给自己男人 制定一个减肥计划 而过去反共民运人士 王丹曾指出 毛新宇上战场 会让敌军笑到阵亡 德国之音报道说 毛新宇之所以被大众所关注 并当作笑谈 实际上是对中共权贵的嘲讽 毛新宇生于1970年 是所谓研究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士 常把我爷爷挂在嘴边 但他辈子 一点都不懂军事常识 2008年7月 毛新宇担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 成为副军级将官 他被只靠特殊照顾 于2011年升任少将 也是中共首位70后少将 有分析认为 毛新宇作为中共顶级红二代 只要中共不倒 特权不减 日本首相菅一伟和美国总统拜登 4月16日在白宫会晤 据报道 目标是达成扩大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协议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在印太地区推动高速物质网络和清洁能源 通过为组织和企业制定一个明确的框架 美日旨在赢得该地区各国的信任 并在与中共争夺印太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制衡中共一代一路倡议 美日的这份高质量基础设施指南将涵盖投资的新决条件 实施项目的制度以及培养当地人才的建议 他们还将制定采购标准和维护规则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泄漏的风险 亚洲开放银行估计 从2016年到2030年 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太平洋岛国需要海底电缆来加强其脆弱的电信基础设施 日本和美国正在与澳大利亚合作 为帕劳的海底光缆提供资金 此举不仅能推动印太地区的稳定繁荣 更可恶阻中共试图在该地区扩张的野心 澳洲外长佩恩去年10月底曾介绍过这一项目 称澳、日、美、三国合作完成可持续性和高品质的激进项目 反映出维护和推动印太地区稳定、繁荣和复苏的共同使命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当时也表示 帕劳需要安全、有谈心和可靠的通信网络 这个项目在战略上和地理上对帕劳都非常重要 包括5G在内的电信技术 已成为美中两国争夺技术主导权的战场 这些技术被认为是每日合作的一个有前景的领域 这两个盟友可能还会在打造智能城市方面进行合作 美日基础设施计划还将用于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预计这个问题将成为本月峰会的重要议程 华盛顿和东京将考虑在其他国家推广下一代电视技术和轻能 中共利用低价的基础设施 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扩大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 而美国和日本认为 这些项目威胁到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据报道 依赖旅游业收入的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国 受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沉重打击 一些国家转向中共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寻求资金支持 但西方国家谴责中共实施债务陷阱外交 趁机向借款国施加外交压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